柯文哲新冠上任 火一把一把的烧 下面看到的是世大运选手村了 未来要作为社会住宅 结果引发了双北的抢房大战 新北市认为你选手村的盖代领口 是我新北市的土地 我至少要分配到1800户 但是柯文哲说 台北人出人出钱办世大运 我们起码也要拿到一半的户数 至少要1300户 最后经过营建署的协调 目前倾向把这个设计给变更 就是把房子活生生的砍掉一半 可能你住进去 以后对半切到 只能住到15坪到17坪 再扣掉公社 你可能只有住在10坪的鸽子笼里了 领口市大运选手村 还在加紧赶贡 事由后将转座社会住宅 却已经酝酿双北抢房大战 要对线社会住宅支票 朱立伦很坚持 该分配到的不能少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希望分配到五成户数 新北市则坚持 不能少于原先承诺的1800户 双方抢争大饼 选手村因此将变更住宅设计 满足需求 原先30坪34坪房型将会砍半 20坪房型维持不变 不过等于最小坪数变15到17坪 也被质疑变成农屋 营建署它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 而且这个选手村的部分 目前只有还在打地基的 所以相信双方的市长 都会拿出最大的智慧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市大运选手村怎么分配 行政院还在瞧 不过为了曾经承诺的 5万户社会住宅 柯文哲还把眼光对准 地保旁边的旧空总 拿手中握有的四成地 跟国发会商讨 以地换地 土地价值比较高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价值高的话 我们可以回馈的土地比较小 那我们换到其他价值 比较低的地区的时候 回馈的那个面积 换的面积就比较大 北市府打算扩大需求面 这家社会住宅数量 四年任期 至少要盖到2万户 但如果能在地保旁边 盖社会住宅 却也有让年轻人 住得起北市精华地段的宣誓意义 就看柯市长手术刀要切向哪一边 记者王一局 黄元员林冠志最后报道